江女士在萧山瓜里超市界机动车市场租了一个仓库 用来堆放货品 4月1号那天他们夫妻俩都还在绍兴 下午2点多突然接到了邻居的电话 说我们这里着火了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 就是这一块嘛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又打电话来说没事了 因为他们隔壁他们都用灭火器来灭了嘛 然后灭完了已经外面已经灭完了嘛 再过了一会儿因为里面它可能渗进去了嘛 突然之间一言一下冲出来了 监控画面显示 一开始是江女士的仓库外着火 火越窜越高 大概烧了5分钟才有人发现 邻居拿了灭火器把火灭了 但之后江女士的仓库里窜出了火苗 后来消防赶到把火灭了 江女士说因为当时他人不在萧山 邻居拿不到仓库钥匙 只能眼睁睁看着货物被烧 就杰利亚的品牌毛巾 大概放多少箱 价值多少箱 放了大概三千箱的样子吧 两三千箱吧 然后呢价值三百万左右吧 怎么会放这么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刚好是 杰利亚我们刚好是任务期嘛 我们刚好完成任务嘛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很多还是我们就是贷款 然后包括大家借给我们的 如果说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突然之间就是破产 还背负着很多的债务 据江女士说 眼前这堆黑乎乎的东西 就是当时的起火点 据她说堆的是杂物 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 一直以来呢 是他们在用的 他们就是这个旁边的 那个雅资源美龙会锁嘛 江女士说 他们在监控中还发现 3月30号 有人还往杂物堆里放过东西 亚资源美容会锁 就在超世界机动车市场对面 门店的朱老板表示 店里的杂物 他们都是扔到就近的垃圾桶的 江女士所说的杂物堆 跟她没关系 朱老板说 他们的员工宿舍就在着火点附近 在这次火灾中 她家的空调外机被烧了 她也是受害者 目前 江女士正在等待 关于起火原因的调查结果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